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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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之后又会重新聚集 有分析指 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陆路交通受阻 而内地民众对于本港及海外商品需求旺盛 故而有团伙转向海上走私 谋取暴力 走私团伙更会改造船只 例如为大飞加装发动机 提升速度 甚至会装铁板 防备枪弹等等 罪犯猖狂 警方自然不会坐视不利 警务处处长萧薩仪早前表示 水警会加强反走私活动 将罪犯承之于法 有媒体报道说 本港及内地执法人员 已经锁定涉案团伙和邵氏元凶 一定会掃档緝空 实际上 本港警方由9月25日起 连续几日 动员超过4400人次 在全港各区展开代号离停数月的执法行动 折查59艘船隻 及检取两艘涉及非法改装的走私快艇 驱捕85人 当中包括17名涉嫌参与海上走私 有黑社会背景的男子 而广东方面就继续进行代号百日攻坚犯走私行动 剿灭走私集团 严打三无船拍 确保他们不敢跨境前往香港水域 例如 广州市公安局针对珠江口水域走私行动 今个月起 展开为期4个月的专看行动 还安排执法人员在珠江口水域 尼岛出入口 研查运输走私物品的船法及车梁 今次的行动能否有效打击罪犯 我们会继续密切留意最新状态 下集再见 拜拜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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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